天天胡适会 金融海啸西来很多制造业的倒闭 但是造假业依然大丰收 做了个胡适会 配的歌是高峰唱的歌丰收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杨锦林继续给你读报 救世政策推出以后 有很多的评价 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 天天的暗行 香港信报说 中国有一千月来救世 但是A股能创23个月来最亲低 好了好了 红底股昏分沦陷 蓝筹股子剩下了 汇丰汇丰还保持的 但是也是遥遥一坠 亚洲周刊说 中信太有三重风险 香港商报告诉大家 中信太有否认 农质竟然会请持 那么这三个风险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一些企业 实体企业进行金融交易 赌性十足 没有办法及时平仓 也没有办法受到有效的监管 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那么这里面来看看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 两家国有的中国铁路公司 也承认投资呢 也损失的超过三亿美元 但跟中信太有没关系 那么亚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 注意到 首批龙资龙卷四点有四五家 但是注意到中金缺席 为什么缺席呢 有新闻 好 文汇报说 杭州破了六百亿的草金骗案 受费者遍布全国 大家都想富起来 结果被骗了 好 中央支持地方 从重手托楼市 这个事情看来呢 各地都有自己的政策 那么中国的楼市问题呢 纽约时报 亚洲华尔街日报都谈到了 也就谈到了北京预计 房价怎么会下跌 那在你们房子没有了之后了 没有办法借贷支付房款 美国了 美国怎么回事呢 美国很多家庭的命令 没有房子住的问题 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好 财经杂志两篇文章 中国金融院缘和输血输到腿卵了 血可能还不够 因为指引目前中国大陆的 房地产统计数据 有没有科学性 估计是科学性不到 假如市场没有成交 那么房价也就体现不出 有些波动 好 二十万亿的居民的存款 温种喜和 有那么多钱 不拿出来投资 都存在银行 对中国来讲 现在最烦的是存钱不消费 钱太多也着急 好 南方都市报的社论说 面对危机 我们中国现在 所有几乎大部分的宏观调控政策 还是没有远见 认为这个没有远见 这是不对的 这里面认为 也包括有些政策的 缺乏跟民意之间的对话 当然 杜平说 原来停滞了中国 才是真正的威胁 那么他整天喊中国威胁论 一天中国经济放反了 大家很紧张 原来他认为 这次金融危机 也许是中国和外部世界 相互重新认识的分水粮 中国经济增长 或许稍微放反 但是未来没有开发的潜能 还是存在的 中国不可能 不可能倒下去 一旦倒下去和它停滞的话 才是世界真正的威胁 闹了半天 我们不威胁人家 原来我们发展才是真威胁 共同网说深圳 注意到深圳中的尝试 政治体制改革 摸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认为政治体制改革 还是比较敏感的 好 南方农村报 就谈到了一个呢 顺德 有一个村 新农村 村主任家门口 被迫红旗色灵堂 搞得很烦 原来是亿万元的 村现在变成了扶贫点 究竟是为什么 所以他提出个提醒 在广东的农村 自治的市区 政府也应该 不应该袖手旁观 要有所作为 这虽然是上一期的 三年生活周刊 但是我很喜欢他这个点 安徽小刚 三十年来变迁 找了一个点 这是严鸿昌的家庭史 当年参与了签书 那个承包制的书 他们家的情况 这个点呢拍得很好 很喜欢 不空泛很具体 可以作为一个新闻 纪录片的一个题材 好我们看看呢 大公报经济日报 内地掀起了反腐封败 重拳打虎 毫虎很多 中央机关 开始有一些老虎出来 说明了反腐的箭头 已经指指了中央部 也不是指指小老虎 而江仁杰受贿 寓意被判死刑 结果很多钱呢 舍不得花 都藏在他们家的地板里面 然后叫发霉 这样的贪官 真是没什么用 好了 温州派专员到法国 命令那位陆港的 陆什么区的 区委书记杨湘红回国 滞留不归一役 地产商被查有关 担心心里有忐忑 但是呢 派去的人是不是还会回来呢 我们也期待他赶紧回来 好 深圳特区报告 有3000网上的 在网上再逃的刑犯 在关口落网 就是深圳的关口 还是滴水不漏的 那么这里面 也有个问题 凤凰博报 谈到一个问题 4000名贪官 跑出去 究竟是怎么意思 任何一个贪官 外逃 从前都有准备 准备就是外逃的迹象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发现 他们的迹象 跑出去以后 我们才知道 在后知后觉 究竟是为什么 好 国际先去导报 一个九泉人的五十年的戈壁故事 谈的是一位呢 一位普通的九泉人 一家人怎么样呢 怎么回事呢 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默默献出自己的五十年的光阴 这是共和国的精神 九泉人成绩的 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 也不能只是在九泉 得到张扬 得到体现 天天扬言 湘南新教授 在环球时报呼吁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金融家们 千万不要相信 西方现在歌唱社会主义 他认为西方国家 会借助你有钱贷 我有脑袋的 有体制优越的心理 逼迫中国就范 眼睛盯的是中国的钱贷 所以要求中国旅行 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义务 他认为美国正在面临了 帝国货币霸主地位的终结 即使签订了第二次的 布雷顿声明的条约 人民币也不可能成为 目前国际金融的主导货币 因此在所谓的 三强集体领导体制 尚未完全出现之前 中国对现存的国际金融体制 过早参与是有害而无益 中国呢 他认为在国际金融体系 对中国还是新手 光是靠从西方 哪来的一点经济学的知识 就贸然决策 必然在海外金融投资中 屡屡失守 他认为 中国目前最好的对策 武警前代 把住口风 不强出头 不挑大梁 不要整天在说自己 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和什么 利益攸关者 只能说自己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能力和责任有限 至于那些所谓的上海取代华尔街 香港取代伦敦的豪元传 你拜托 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资本主义到底是不是开始崩溃了呢 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员 吴慧林 在今天联合报写文章说 这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 问题不在资本主义 而在市场的伦理 他引用了张武昌教授的话说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上的资本主义 他们的定义模糊不清 甚至在严谨建设的经济学的范畴里 替这些名词定下的所有任何的定义 都是有问题的 他引用了夏道平先生的话说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秩序 这种经济秩序是以私有制为基础 生产的分配则由市场的运作 通过价格体系来决定 政府的经济功能 只限里提供某些必要的法制架构 而市场能够自由寸畅运作 不加干扰 所以我们也把市场主义 资本主义叫做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概念呢 只是到高明的社会哲学家 只是发现他了解他的优越性 并进了发展一套自由经济的理论体系 闹了半天 人家是再多人不愁 而我们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到现在还一知半解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杨锦林继续给你读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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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